哇塞 我刚才突然发现了 我这更可以吐槽它了 我刚想夸一夸你呢 你说以后我还能在你们家买啥 不过有小伙伴说 他觉得这个网站是个流氓网站 我觉得真的是好贴切 我怎么一直没找到这么一个词来形容它 哈喽我又回来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下半部分 我的奢侈品的黑榜 希望呢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大家避一些雷 在购买一些奢侈品的道路上呢 少走一些弯路 或者说你有什么不同的经历呢 也可以分享给我 首先第一样想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一个Gini True的鞋子 大家看就这样一双超级眉毛布林布林 真的是特别的亮 很喜欢它后面的这个五金的这种感觉 我当时呢买这双鞋的诉求 就是婚鞋 人家它这个裸粉色 搭配婚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虽然说大家说穿婚纱的时候 是看不到鞋子的嘛 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交换鞋子游戏 当时我跟我老公两个人交换鞋子 然后主持人会提问我们问题 然后让我们回答 谁在家里吸完鞋的多呀 然后我就会举到他的鞋 谁放屁更多呀 我也会举他 当时大概一个游戏就是这样一个 能看到鞋子本来也是要买一双婚鞋的嘛 就觉得买一双这个更搭配这个婚纱的这个鞋子吧 也不是特别的高调 跟我的那个整个那个婚礼的氛围也非常大 所以我们俩当时就一起去购买了这双鞋子 给大家看一下我要吐槽他的事什么 有看到吗 他竟然已经凸了耶 怎么可以这么凸 大家看 你都已经能看到他的底色了 其实穿上去的话 说实话这么着看是看不太出来的 就是没有 谁也不会趴在地上去盯着看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他这个价位来说 装奢侈品的鞋子 然后他就是掉成这样一个状态 责了真体的 所以说我把它贴了底 所以从这个贴底的状态大家都看出来 其实我穿到的频率真的是没有很高 特的那么成这样 因为可能就是婚礼当天我们有跳舞啊 还有大家一起嗨的时候 我就穿这个鞋 就是他这一块自己磨自己就磨掉了 就是当天其实第二天早上 我就发现我这鞋上面有这么一点点凸 但是他随着我穿的频率越高呢 他凸得越厉害 你看这也是真的是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想吐槽的一点 那当然他不是说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 那我购买这个鞋子的时候 我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的 签送一同款那一款吧 大家都说不太舒服什么的 但是我去看了店里的那个细算 其实真的是应该是比这个要穿的长久一些 但是我很喜欢的它是它 首先是后面这个金属根嘛 6.5厘米特别的舒服好走 应该算我的高跟鞋里面 非常非常好走又漂亮的鞋子 就是穿这个鞋子 我那一天说实话 到晚上真正的到房间里 我都觉得脚还好耶 好走的一个高度吧 然后不然我觉得那天我的脚应该都废了 这个签密处的鞋子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舒适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购买 不要买到那个恨天高的10公分以上 毕竟那个脚弓的就是那么高 就它的湿力点啊 什么都会让你觉得脚非常的酸疼 这个高度呢是非常舒适的一个高度 我当时在店里还试了更低的一个高度 那那个就有一点点太不正式了 就特别日常 如果大家买一个纯色的黑色的啊 或者是米色的啊 就是平常上班通勤去穿的话 还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 比较适合婚礼的一个高度吧 没有特别的高又非常好走 然后也不受罪 然后如果脱掉的时候也非常的好看 当然还有很多人结婚的时候 会把戒指挂在这个鞋的这个脚上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的 非常的爱它的美貌 但是又非常恨它的这个亮片的 要的这个质量和速度 真的太快了 还有一个要吐槽的 当时我购买的时候呢 是只有这样一个防尘袋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出门一个防尘袋够吗 就是它这个鞋子 自己跟自己能磨到天荒地老 然后我跟那个Sales后来联系 然后他才说 你回头再来的时候我再给你一个 这才是我有两个这个防尘袋的原因 特别是Gucci的 他们家鞋子其实都是给的是两个防尘袋 保护的也还不错 但是像这个 它都已经是这么容易掉的这样一个钻了 我觉得它还只送一个防尘袋的话 真的是有点想吐槽它 对吧 第二个我真的就是 有点不想介绍它了 我每次看到它我就非常的生气 这已经是我这两个月以来 第二次拿到它了 有的小伙伴看过这件事情 应该不是特别特别的陌生啊 新来的或者是没有看过这件事情的小伙伴 就不要错过一个这样的大雷 大家看这个网站 它就是一个大雷好吗 它叫大雷 真的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网站上 购买任何的二手的这个产品呢 一定一定要三思 然后多做功课 多看那个它的描述栏 还有它的照片 经常找那种拍的期间图 拍非常多非常细 而且买家的这个信誉非常好的这种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购买非常失败的一个购物体验 就是一个Burber的风衣 吊牌还没拆掉 现在这个风衣拿出来 还有一股浓烈的香水味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觉得太难闻了 我从你拍一下 伤身效果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我的天哪 太太大了 首先我的size选错了 我在视频也说过了 但是它这个网站 真的是我觉得超级不走心的一个网站 如果大家之前被任何博主 种草过这个网站 想要去里面购买一些 二手的奢侈品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小心 它是完全不能有任何的退货的 除非它给你寄了一个假的 如果说这件衣服 它有多脏多差 或者是它的型号和它的描述 有多么的不符 你都不能去有任何的申诉的机会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它重新挂到网上 卖给下一个倒霉蛋 我去找他们去理论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发邮件跟我讲说 没有办法 你这是一个正品 就算它跟图片上不符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去 给你做一个退货处理的 就让我自己 就是吃亏到这个地方就算了 我也懒得去折腾了 我觉得超级心烦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当时寄过来的这个状态 整个一个起毛球的状况 特别的严重 那时候它的袖子身上什么东西 是机油吗 我真的是无理吐槽了 然后大家看 它的这个领口的位置 竟然还有拉链 然后这里面竟然有夹棉 它这些所有东西 都没有在它的描述栏 以及它的照片里呈现出来 所有都是我拿到手的时候 才看到的 我当时真的是吃惊的不行 我看了一下之前 我给大家分享过的 这个海淘网购 或者说其实适用于 北美和全世界的小伙伴的 有几个特别的网站 是比较针对加拿大 那其他的大部分 都是我的一个海淘的 网购的一个经验体 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网站 给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check it out 当然不乏 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说如果说 大家有类似的经历 或者是你有一些 身边人有类似的经历的话 你都可以跟我分享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 那我得到了 非常非常多小伙伴的认同 包括有小伙伴说 他觉得这个网站 是个流氓网站 我觉得真的是好贴切 我怎么一直没找到 这么一个词来形容它呢 就是拿了钱不办事的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把你坑上了船 真的就是一次消费 不管你是不是回头客的 那种感觉 可能有小伙伴 买到很新一很不错的 就是性价比很高的 一些vintage的一些商品吧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的购物体验 真的是太差了 算是吐槽这件风衣 更像是吐槽那一个网站吧 大家在购买之前 一定要咔亮你的眼睛 要好好去做一下功课 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小心 这应该是今天最大的大脸了 虽然我是第二个才说它 因为我不想让开场就太难看了 当然呢 我知道肯定有小伙伴 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网站的 非常非常的抱歉 就是我的这个吐槽呢 仅针对于我自己 个人的这个购物体验 不太推荐新的 就是还没有使用过 这个网站小伙伴 去购买他们家的 这个vintage的产品 我个人可能应该 永远都不会种草了 就是再也不会去他们家 购买任何的东西了 那下面呢 是三款包包 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首先第一款 是我最近刚刚入手的一个 By Far 它是一个超级小可爱 一个开箱的视频 就是我收到了 ASIS的包裹 还有Sephora的 我做了一个开箱 那当时呢 我看过的小伙伴 肯定知道我是什么感受了 不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那只视频 它这个包呢 当时来的时候 一个漆皮的材质嘛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 背面更过分 真的是特别特别像 非常容易留下刮痕 这个都不是我弄的 来的时候就这样 真的是太火了 但是它 我不顾都不说呀 我拿到这个包的感觉就是 感觉它就像一个小玩具 小塑料一样的这样 提在手里面 完全没有质感 我觉得它唯一的优点就是 它的这个大链 哎可以 这个算优点 骨头里面挑鸡蛋嘛 挑出来的优点 还有它这个小链条很可爱 它这个链条的质量也太不错 也算是第二个优点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虽然能打开 不太理解这个包包 它为什么呢 这样只能一边开开 那要不然两条都可以去掉 我们还可以这样子 当一个小手包拿着嘛 跟我的手差不多大的一个长度 真的是太迷你了 感觉掰饭刮这个风 刮这么久 对于我第一次购买掰饭包的话 体验真的是非常差 少至于我可能以后 都不会想购买 他们家任何的包了 就感觉像是你淘宝上 50块钱逃回来的包的感觉 这就是我想吐槽它的 我觉得它不太值 它的那个价格 但如果说你非常喜欢 它的这个款式 或者是你觉得 300多刀去买这样一个小包 你觉得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 下一个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 有一丢丢意外吧 是来自Marnie这个品牌的 就是这个创口 其实之前在我的包包 合集里面 我给大家说的是 我就是每一个包包 我都非常的喜欢 我也介绍了 就是它的一些小小的缺点 从我的这些包啊 或者奢侈品的 一些使用程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包 可以上我的黑包 一个是大家看 它其实 哇塞 我刚才突然发现了 我这更可以吐槽它了 大家看 这是我刚刚发现的哦 我之前没发现过 能看到吗 裂开了 我的天哪 难过 为大家看一下 它这五金划伤的 有多厉害 厚子里面也是 这五金掉色掉的 是非常的严重 更别说是 这个打开之后 里面的这个五金 划伤无数啊 稍微能接受一点 而且又不是 那么那么的明显 我想吐槽的 就是它的这个皮质 不仅是这个地方 裂了哦 这是我刚才才发现的 像这个杂线的地方 大家看都是 非常多的那种 要翘起来的那种皮 就感觉是放了 很久很久的那种感觉 是我这个包 购买的地址是 它是一个新加坡的店商嘛 我之后好像 也在那购买过别的包 就也还好 购买过 Chloe的那个一个包 不行 对 也是一个五金老化的问题 就是它那的包 都能保证 是真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可能就放的比较久 然后还有一个 想吐槽的 就是它这个摁扣的地方 会把它摁吐露提到 之前我那个 包包合计给大家说了 虽然说你正面看 就是不太影响 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美关性 自己离近看的话 还是非常明显 我摸起来 这个皮都感觉 质感都有变化 它这个绿色 我还是非常薪水的 这个墨绿色 它这个质量 真的是我觉得还好 像这一款包嘛 日常通行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比如说 你想出门出去玩啊 或什么的 你不太会想把它 带在行李箱里 因为它太厚了 塞到你的行李箱里 就是占了你 那个行李箱的 这个四分之一的 特别是 如果你塞到小的行李箱里 登机箱里哦 我一般都是随便放的 但你这登机箱里 你就别放下别的东西了 而且鼓鼓当当 平常出去玩的时候 也不会太想背它 容量是挺大 款式也是非常的简约好看 它是有它的这个优点在的 记得我当时说到的时候 还在纠结一点 就是它这一块 不是非常的平行 它现在还是不是特别平行 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 这也是一个 可以值得吐槽的地方 像这后面这个袋子 我觉得是做的 我目前用的 这个后面袋子 最好的一个 就是特别的大 然后又有一定的厚度 其他品牌的包包 后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口袋 不是特别的实用 总之呢 对它也是爱恨交加吧 你今天又发现了 它裂开的这一点 我好难过呀 下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小树包 我相信呢 应该也有小伙伴 看过我之前的那个 和LV的Pump Screen的 那个小树包 去做一个对比的视频 就两个月前吧 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个包包的容量测评啊 包括他们两个 都有什么很满意的地方啊 或者什么样的 我看来是有很多小伙伴 喜欢这个小树包的 它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质量问题吧 它这个地方脱线了 大家看 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品牌的话 我花这样一个钱 我就觉得 你这个脱线这个问题 虽然不是特别特别大 但是也是让我们蛮不爽 就赶上这个异性 我也不知道这个包包 该找谁去处理这样的 想回头去庄柜问一下 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 然后里面会有 这样的两条肩带 然后我还想吐槽 就是它这个肩带 虽然现在出的新款的肩带呢 都是那种 可以调节到非常短 背起来很合适的 但是呢 它之前的这个是 我收到最紧的这个扣 背在身上 在我屁股那个地方 对 特别特别的靠下 真正背的话 可能不超过十次 我上一次回国的时候 背着它回去的时候 用的频率稍微高了一些 集中在那次用了它几次吧 然后就发现了 这个开线的问题 大家也有出现 这种情况的话 欢迎给我留言 然后让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人好吗 虽然它这个型 保湿的挺好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软 对 它的这个质感 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好吧 所以它这个皮的部分 还不错 我买这个小熊 我觉得超级的可爱 材质是全部是cashmere的 虽然说也没什么卵用啊 但是我跟我老公说 我说这个小熊的手感好好啊 是cashmere的 他说那你能穿吗 你看身边有什么用呢 你让这个熊这么暖和 有什么用呢 好像是有什么点道理啊 反正就是 它的这个是比较老板的这个 它的眼睛啊 鼻子嘴都是特别可爱的 包括它这个手辫脚辫 都是特别可爱的 然后可以这样坐着啊 什么的 它倒是没有什么复杂的 比如说穿衣服啊 带水钻的这种 很复杂的这种装饰 但是我觉得它的 Oh my God 我怎么都没发现呢 今天怎么这么多 悲惨的惊喜啊 为什么邮编会开呢 我真的是无语了 我刚想夸一夸你呢 你说以后我还能带你们家买啥 今天的黑榜视频呢 也就录到这里啦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购物体验啊什么 总之呢 希望呢 这期视频呢 也能够帮助到大家 看在我今天 又得到了这么几重打击的情况下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 关心提醒 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